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在如今的社会人情冷漠 看似手机等电子设备进了人与人的距离 实际上人心与人心越发地隔远了开来 所以想要有福报就必须先播撒福报种子 比如积极参与利益大众的善事 进行爱心捐助 供养增保 帮扶患病人群等的事情 所谓助人者 人横助治 多重一点善姻缘就是修福报的方法 二 平和续福 古人云 急躁无成 平和得福 性情急躁 粗心大意的人 做什么都不容易成功 以致一事无成 性情温和 心绪平静的人 往往各种福分会自然到来 一个盛满水的容器 如果放得不平 倾倒了 里面的水就会流出来 同样 人要有平和的心态才能储蓄福报 平和的心态是我们心中满是优美的风景 给我们一种超然的境界 春风得意时不会欣喜若狂 命运多喘时不会自暴自弃 高棚满座时不会浑炫失态 去众人散时不会寂寞孤独 三 慈悲喜舍 一个人有多少福报 可以由自己决定 阿含金记载 有一位小沙尼 本来应该要瘦的 因为一念慈悲 救了许多因困水塘的蚂蚁而严寿 一念善心可以消除罪业 一念慈善可以能够增加功德 有人虚惊不美而获得福报 有人不贪不义之财而获得善缘 有人救苦救难而消灾绵难 可见能够慈悲喜舍 福报就会到来 四 虚心纳福 古迅云虚心能纳福 何气自生春 一个不可一世的人 很难得到别人的认可与肯定 往往会孤立无援 四面楚歌 坎坷一声 曾国藩在家书中告诫他的几个弟弟 最要虚心 指出适才傲物的人往往聊到一声 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动为人不如动己 总是认为别人不如自己目中无人 一个是不肯返求助己 也就是不懂得反省 凡是喜欢在别人身上找毛病 虚心万事能成 自满时事久空 切莫将张狂做傲骨 因学卖岁能低头 翠竹到凌云处仍虚心 虚心待人脚踏实地 自然浮缘多多 五 吃亏奉献 许多人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 不愿意吃亏 那是心胸不够宽广 吃亏奉献是一种无私的真心的付出 是一种欢喜的不求回报的道德行为 如果我们能学会以退为进的方法来处事 可能会达到不可思议的效果 常保持着 你是好人 我是坏人 你是对的 我是错的 你很伟大 我很渺小 快乐给你 苦恼给我 富有让你 贫穷我受 用这样的态度尊重对方 处处为对方着想 便能获得对方由衷的敬爱 不必羡慕别人的福报比我大 也不必研究别人的福报从哪里来 护士说 我怎么收 要怎么收获 先要怎么栽 已经种下情茧 结缘 喜舍 奉献的种子 自然能够收到福报的果实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建议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